嘩,環境很舒服 這個廟宇花香,陽光寶照,公和日麗 其實香港沒什麼好看的日子 所以我這次就不猜了 出來介紹之餘,當然要拿回這麼漂亮的環境 那這次是介紹什麼呢? 就是說,其實Lica 31.4 一定有五支 到底選哪支之後呢? Lica 31.4 就是這支 這支是銀色,嘴也是銀色的 我們通常叫它俗稱是礦嘴 這支礦嘴是英文的 那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它拍出來的畫面是比較油化一點的 比較舒服一點的 因應你想拍的東西是什麼呢? 你可以教一個自己喜歡的光圈證明 當光圈越修越細的時候 就是這支鏡子的特色 還有呢,這支鏡是全部都是加拿大做的 你不想找一支德國版的漢咀是沒有的 如果有的話,那個是天鑒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收穿它 我不知道有沒有收穿它 好,繼續下去呢 第二支呢 那這支叫做PA 那為什麼叫PA呢? 其實就是說 PSpherical 即是ASPH之前那一支 那這支呢 其實它的效果呢 是有一點點接近各種的漢咀 比較油化一點點 當收穿光圈的時候呢 就會變得比較硬一點 但是沒有鋼咀那麼硬的 也都收穿光的時候 會不會那麼 那麼具備 那麼低一點 但是總括來說呢 它的性價比呢 都是很高的 那麼其實它是1961年呢 它是1995年生產的 那麼連續生產了三十四年 以Lyka呢 那麼事變的一個品牌 它這個叫做很久 即是生產了很久 很多兩三年就轉了 那麼34年都不轉了 只有一個原因而已 就是 賣都有人要 不斷有人要 那根本它都不用煩 就是說要設計的那個生產 基本上 當時是經過這個產 那麼所以 所以 新產了35年 那麼 而早期的版本呢 絕大部份呢 是 德蘭國生產的 後期才轉了 去 德國生產 那麼 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呢 那麼 德國生產的呢 那麼 那是 那麼 後期呢 因為它轉了那個coating 那就變了 是 三小小的 或者呢 輕輕 兩小小的 那這個就是 之間 而 德國版呢 是 因為它是德國生 而是 轉了德國之後 呢 轉了那個coating的風 好了 你已經知道重要了 你已經知道 這隻叫什麼 這隻就叫做 雙飛 不是 雙飛 不是雙飛 是雙飛 是雙飛球 其實裡面呢 有兩塊飛球的玻璃 兩塊 而且呢 是守門 那麼 特色是什麼呢 特色呢 就是 是特色的 是特色的 有一個特色 之間的 太多 然後 我們看到 很高的 當時呢 它預計做三千支 但是做到二千支 都發現不對勁 這個 這個 失敗率很高 很容易 承認 因為你守門是非常難控制的 成品太高了 去到中了2,000支就已經沒中了 現在來說很多人都會追負這支的 由當初很便宜的18萬 甚至是加密的產品 就去到10幾萬 雙飛之後還有一支鏡頭 這支是第一支的AS-Page 這支比較大量的生產 分別有黑色、銀色和泰色 黑色其實是最多的 而銀色和泰色是因為裡面是用紅頭做的 其實它是凍上去的 那些顏色是凍上去的 相對來說這支鏡頭是比較成長的 但很多人喜歡收藏的 覺得銀色和泰色是比較特別的 還有Gran一點 會拿來收藏的 這支鏡頭是1994年 去到2009年生產的 那它的畫面的特質是什麼呢 那是比較細緻 平均 那些光暗呢 整個畫面來說 光暗的分部都不會變化 特別暗 特別暗 很平均的 還有色彩呢 濃郁得來是自然的 是有舊鏡的味道 是有新鏡的味道 所以很多人喜歡這支鏡頭 那時候還有最後一支鏡頭 從W 過來了 就是W 過來了 很多人拉起來 後面的衣傳不再 好 這支就是 1163 即ASpicture的第二名 第二名 這一支就是 它有一個名字 叫做FLE 那為什麼叫FLE呢 是因為 它有這個Golting animal 即是有浮動鏡頭 變成在近對焦的時候 就會正確而過 那 相對來說 比較暗的鏡頭 是比較容易的 這個是 其實呢 這樣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你大家都未必拿得到 FLE的能力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呢 可以親自我們尖沙槌 鏡頭的一間 業館 一間在尼威雙耀大 一間在香檳大 那你過來 我們可以詳細地介紹給你 有旁邊 有實物 那你可以試鏡頭 那我想你應該會選擇 你自己想到哪一天之外 那你應該會選擇